作词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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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就变成一个香港特色的资本主义社会 香港是可以自由贸易 一切都是根据自由资本的方式来生存的 但当时香港人非常迷惘 香港管理阶层更迷惘 无所适从 因为过去一百年来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 一切是由英国英女王我们叫市头婆拍板的 所以我的缺段都是由英国不思论和说对我们做不对就不做 很简单 但是到了今天我们要当家作主了 那变成了就不知怎样做 无所释从 结果香港人在2004年6月7日 一班千几个学者坐在一起 研究一个香港核心问题 即是香港今后走的去向 结果他的结论 香港应该有自由 有民主 有近权 有法治 有公平 有公义 有人爱 有诚信 有透明度多的 一个很包容的社会 这个就是香港人的灵魂 因为香港人捕捉这个香港核心 而过去这十几年来 发展到世界上 很多方面都有第一个地位 例如金融方面 香港是世界金融第一的 银行方面 也是银行第一的 股票市场 是香港最多人上市的 医疗方面 香港的医疗是第一的 生产接生的生存率是最高的 连国外的那些人妇都打崩头来香港生产 关于政治方面 是非常之容忍 是非常之清延 是世界上十二 十二个国家是比较清延的国家之一 而香港的容忍程度 就是有人开会的时候 撞特首的肚腩 都没有被人凝聚 如果在外国社会 可能这个人已经被人枪杀了 现在这个效率非常之高 那个 观园方面非常之礼貌 当然世界也是一个航运中心 空运航运 也不是一个航运ов 尤其是中国宫运 就是这个货商是一名窃ätter码頭 都是世界第一的 这些成络 因為基於我們有香港核心的利益 而這些核心的利益 我們查回到公義和平 人愛、誠信、透明度、包容、愛心 這些是從哪裡來的呢 原來我們的聖經上 《葛德拉泰》五中七節的時候 保羅已經說我們應該有人愛 喜樂、和平、恩慈、涼善 信實、溫柔、節制 這些就是我們基督徒的核心利益 朋友 你們如果保住這個核心的利益來出世 我相信你們也會變成一個非常成功的人 用堅實努力寫下難不留 香港明據 你的頭有心 有心 你不會有心 我也會發動 你不會有心 我相信你們 你不會有心 你不會有心 我相信你們